确实,这两个优雅中带着妩媚,那啥中带着那啥的双生武灵,是很多人入手原子之心的理由。 好多人说物种这块不要卡得太死,要不就是这台风骚冰箱,这届玩家的岔屁确实硬,但我就不一样了。 我买原子之心的原因是,一看到祖国母亲在召唤的雕像,我作为苏粉直接下单,小圈一下我众多苏联收藏品中的一枚硬币是不是一模一样。 但即便是我带着这么强的苏粉滤镜,我还是要劝没买的朋友千万别着急,因为原子之心的游戏性属实是很一般,只要不是指云没玩的玩家都知道。 游戏战斗非常单调且无挑战性,解密也无非就那几种,最初的新鲜劲过去后面只会觉得浪费时间,尤其是游戏的引导设计比较差劲,坦率的冲西瓜皮玩而不亏,Steam玩家花200多买的话就有点冤了,老规矩还是从剧情开始。 在这个世界中,因谢奇诺夫博士1936年发现的聚合体物质,苏联机器人技术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 谢奇诺夫开发了一个名字就非常苏联的系统,大集体。 1.0版本将全苏机器人整合进同一个受控网络。 1950年,植入式交互设备试验圆满成功,苏维埃决定,1955年6月13日,在全苏上线大集体2.0系统。 届时人类就可以通过系统,直接用意念控制机器人。 聂下耶夫少校来到博士办公室,从双生50拿到车钥匙,离开空中奇观3826号设施,祖国母亲在召唤,金色镰刀在闪耀,不出意外的话,牢不可破的联盟就将是人类文明的灯塔,然后就出意外了。 一台战斗机突然攻击少校作架,大集体2.0上线的瞬间,所有机器人突然失控,开始无差别攻击人类。 博士告诉少校,这是大集体2.0的首席工程师维克托在搞鬼,这货藏在瓦维洛夫地下设施中,必须将其活捉才能关闭攻击系统。 少校着陆时被一台机器人埋伏,严愁完蛋之际,机器人却被粪插爆了头,苏联老大娘确实凶猛。 巧了,这位缉纳大娘也要去瓦维洛夫,说话间两人被侦查机器人发现,大娘让少校按住开关,自己抄起苏联民用级家庭小机械直接跟机器人干了起来。 巨大爆炸中,少校从猪圈升降机直接掉进地下设施,并被女医生菲拉托娃救醒。 此时一台战斗机器人闯进来,菲拉托娃逃进管道,少校则单挑干掉小黑人,事态紧急,她没空去管这位神秘女医生,继续深入时被一台冰箱的摇篮曲吸引。 这就是传说中的风骚冰箱诺拉了,冰箱姐姐哼哼唧唧的飞药少校的生物质体验,很疯狂。 少校插了她之后,她就成了类似浑油的火,生计技能,改造武器,制作装备,都在这几门上完成。 少校的左手支入了交互手套,在手套操作系统查尔斯的帮助下,她很快进入最深处的实验室找到维克托。 但有人正给她通风报信,童话琴那头的人是谁?更巧了,就是刚刚的女医生菲拉托娃,两人一口一个宝贝的,居然是两口子。 少校一个没留神让维克托跑了,追出去时却先听到了她的惨叫,而少校最后找到的,的确只有维克托脑袋被砸烂的尸体。 少校很恼火,她的命就是博士救的,博士还给她植入了战斗议题,那就是再造之恩重生异附啊,可自己却让博士失望了。 本来从维克托脑袋里提取出代码就OK,现在只能另想办法,她突然问少校,维克托身上有没有两枚金戒指? 没有,那就只能让少校先去找她的助手斯托克豪森,正说着呢这哥们儿来电了,嘱咐少校务必要救菲拉托娃,少校有点懵圈,为啥要救一个叛国者的女朋友? 于是上校让查尔斯查了下,原来3826号设施是谢切诺夫跟亲密战友查尔顿扎哈罗夫博士一起打造的,扎哈罗夫负责所有生物神经系统部分,某次实验事故扎哈罗夫意外身亡,此后便由他的学生菲拉托瓦寄认,只不过很多人怀疑扎哈罗夫的死跟谢切诺夫有关,身为谢切诺夫舔狗的上校很不爽,但查尔斯却列举了几个疑点,首先,博士是扎哈罗夫死亡现场的唯一证人,而事发当天,实验室24小时无死角的监 偏偏就是没拍到扎哈罗夫的死亡一幕,也就是说他到底怎么死的,全凭博士一张嘴说是摔了一跤,华尽装满聚合物的实验缸而死,那就更离谱了,聚合物本身就不知命,在瓦维洛夫他亲眼见过,就是一堆家亲家畜活体搅拌后制成的材料,更何况这东西就是他俩人联手研发出来的,按下shift冲刺就能弹出来的东西,扎哈罗夫会不知道吗?总之此事疑点重重,只不过作为最高机密,查尔斯和少校都无权过问就是了,而少校也发现,原子执心 计划好像并不只是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么简单,他不仅看到了被夜牙袭击后丧尸化的人,更看到了一种生物改造后的恐怖巨怪,不管是夜牙还是巨怪,一旦武器化后,那联合国除了开超级大会还能干啥?重回地面的少校被各种故障机器人围攻,一个喷火小屋从天而降救了他,居然又是寄纳大娘,屋里的照片挺大的,第一眼猜,大娘年轻时也不简单,果然他居然在监视谢其诺夫,苏维埃高官莫洛托夫同志正在痛批他,这次机器 被人叛变成了国际笑柄,哎,这个莫洛托夫,留个遂宗的发型,但脸型就是莫名神似拟地勋宗,没想到博士也发飙了,原来卫国战争之前,所有人都不支持他,是他凭一己之力研发了聚合物,打赢了战争,拯救了苏联上千万人,结果被这帮当官的抢了功劳不说,现在罪名也全是他的了,总之莫洛托夫将代表苏维埃,现在就动身来3826号设施调查,少校任务在身,缉纳大娘一动嫌弃他手里家户事不行,还大方送了 这张电磁武器图纸,又是飞天小屋,又是神秘监控,这是一个普通大娘能干得出来的事吗?但大娘就是扫地就是不说,少校只能谢过后继续匆匆赶路,不过两人聊了这么久,手套里的画老茶二次却全程静默,是怕被缉纳大娘认出来吗?不知道,前去寻找斯托克豪森的路上,火车再次被疯狂机器人袭击,他帮谢谢诺夫转交了一枚小蜘蛛机器人,说是让少校组织应急预案演习,然后扔下一句赶紧掩护我就跑了,而少校即将面对 是巨型民用机器人,刺猬,这玩意儿说难也难,招数还挺多的,但说简单也简单,就不停躲技能等他趴窝后,攻击他关节弱点,几枪就能打爆直接掉一截血,干掉他后,少校在斩乐园找到助手机器人试图开启演习,助手介绍着每个民用机器人,可不管是小电锯小胡子,还是刚刚的刺猬,少校只一路战斗过来,这些破坏力巨大,堪称军用级别的玩意儿,算哪门子民用机器人,激活演习系统期间,少校遇到了另一个难缠的对手, 聚合物改造后的怪物血腾,这玩意儿其实更好打,攻击前要剧场,只要一直转着圈用近战武器砍就行,分分钟砍死,演习模式启动后,摩洛托夫刚好抵达,还带来了总检察长的裁决,下线大集体2.0,谢谢诺夫接受全面审查,视频中,谢谢诺夫求跟他面谈一下,并让斯托克豪森赶紧去接自己,这时少校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叫苍蝇面罩兵赶紧关好大门,就在对方愣神的一刹那,突然一片闪白后,少校进入一片类似 梦境的地方,一个女生指引着他,在这片仿佛被按下暂停的器官中找到了出路,醒来时眼前的人正是谢谢诺夫和斯托克豪森,他们说他们到时摩洛托夫那帮人全死了,但死了个大官,博士完全不带荒的,从容安排双生武林处理尸体,这段就有点毛骨悚然了,俩金属大妞先是互相盘了一阵,紧接着一个头上长出犄角,直接插入另一个的肚脐尔,剖开后,从肚子里慢慢拉出一枚钥匙,俩人气质极其极其优雅的启动了一台机器,� 随后浴缸中冒出一个雪人,查尔斯说,这其实是一个聚合物制成的人形数据存储器,他直接盖在摩洛托夫身上,把他拖回浴缸整个作霉了,相传生物专家扎哈罗夫就是这么死在浴缸的,斯托克豪森突然接到消息,广播站正在跟西方国家告密,问题是拥有此项权利的人,只有谢切诺夫和维克托,谢切诺夫不可能叛变,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拿着维克托的头在搞鬼,菲拉托娃,而等少校赶到时才发现,啥呀,维克托压根就没死,� 并且反手一垫棍麻烦了少校,菲拉托娃以医生的天性,不顾维克托的反对救活了少校,同时也从少校口中得知,机器人暴动完全是拜维克托所赐,终于苏维埃的菲拉托娃,当场失恋拔腿就走,维克托只能扔下少校发起追爱重逢,少校被小蜘蛛救下之后,谢切诺夫再次下令,必须活捉维克托,他一路追踪前往剧院,剧院门口有个巨型机器人守卫,炸肉包,讲真,比前面的刺猬好打太爱多了,就一个猪 猪猿拍地技能躲过去后,青红弹夹直接带走,而大剧院里,亮银色的机械武器正在开发,简称那啥,这还真不是我瞎掰,是手套里的查尔斯告诉我的,因此少校让他们摆出一些厉害姿势,场面非常血脉奋章,把少校看得屁隐犯了掏出大刀,对着聚合物改造人一通狂批,一路砍到维克托藏身的主舞台,这祸因为失恋已经魔争了,干脆交代,就凭自己压根不可能搞出机器人暴动,而是谢切诺夫在设计这些民用机器人时,就在 底层代码中隐藏了战斗程序,维克托只不过是启动了罢了,但请注意,谢切诺夫开发意念控制机器人的大机体2.0究竟为何,跟他的阴谋比起来,自己这点暴动最多算是小儿科罢了,他今天原本就想在这个舞台向菲拉托娃求婚的,可现在呢,维克托向少校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让他把两枚金戒指交给菲拉托娃,然后完美谢幕,查尔斯告诉少校,按照谢切诺夫的设想,苏联梦就是实现全人类平等之梦,因此大机体2.0是去中心化 设计,但架不住克里姆林宫里明争暗斗,不少人都想控制大机体2.0,因此他才编写了自由材料权程序,说穿了就是在大机体启动后,依旧能保留使用者自我意识的后门程序,这玩意儿的连接器原型就是这两枚金戒指,少校把维克托的脑袋装进特殊容器去见博士,得到消息后,斯托克豪森和基纳大娘分别打来电话询问金戒指下落,心生怀疑的少校胡编了过去,路上他被大量变异体围攻,查尔斯告诉他,原来原 原子之心计划,就是通过大量出口所谓民用机器人,到达一定数量后,突然激活所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民用机器人的战斗程序,以机器人暴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暴政,要不是维克托的叛变,此刻3826设施中的惨状,原本应该落在老美头上的,但问题是大机体2.0上线后,每台机器人都能识别人类个体信息,到时候只要拥有那两枚金戒指的人想攻击谁,无非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了,少校把维克托人头带到时,斯托克豪森带着� 双生武林已经等候多时,双生武林启动记忆提取的方式也很cut,居然就是让那头浴缸怪物吃了他的头,这时背后一声大喊,是菲拉托娃,不愧是苏联小姐姐,见面就是一颗小香瓜,剧烈爆炸中,流出来的浴缸怪物趴向斯托克豪森的尸体,而少校再次坠入那个诡异梦境,梦中少校听到,因为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导致谢钱诺夫厌恶光明,准确的说,是无比厌恶站在聚光灯前的假面之人,一滴眼泪指引着少校在梦境中 逃亡,这时他才看见自己的手,已经成了这个模样,在泪滴的指引下,少校终于逃了出来,醒来时手套查尔斯告诉他,菲拉托娃在爆炸前躲了起来,而斯托克豪森则被冲击波炸进了聚合物浴缸被划骨了,死状跟传言中的扎哈罗夫之死别无二致,等等,但我们刚刚明明看到的是聚合物流出来吞了他才对啊,查尔斯为什么撒谎,总之不想大集体2.0伤害平民的少校,在查尔斯的劝说下,把谢切诺夫控制世界的钥匙,也就是那两枚金戒指 扔进了大海,赤手空拳来灯塔见菲拉托娃,这时,所有战斗机器人瞬间暂停,谢切诺夫说,他已经从维克托的头里提取出了代码,关闭了所有机器人的战斗模式,现在所有机器人已经恢复正常,而少校登上灯塔后,屁嘞,居然中了机关直接沉入海底的海神综合体,在这里,所谓神经系统专家的菲拉托娃告诉少校,大集体2.0,表面上看是人类用意识控制机器人,但谢切诺夫的真实目的是控制每个使用者,少校讲信讲疑,菲拉托娃直接 把他带到地下实验室,人,被操控的人,周围密密麻麻的每个小格子里,都是被抓来研究精神控制的实验者,与其说是实验室,倒不如说这里是人类的圈养农场,吃喝拉撒,唱跳rap打篮球,无非就是指挥者一句命令的事儿,但问题是,从生物层面上来说,这些物质生活全部由机器操办,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幻想中的人,压根没有外人看来这么痛苦,反倒是爽在其中,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子飞鱼,烟之鱼之勒。 别看这些人光屁股满笼子跑,但其实他的思绪正在少校曾经倒过的那个梦境,一个被称为灵步玉的精神事件,似乎谢绝诺夫的终极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脱离肉体苦难,精神永存于灵步玉,总之,维克托就是想破坏这个让所有人失去真正自由的虚假乌托邦,才搞了极起人叛变,目睹了这一切后,离开时少校又听到了灵步玉中那颗泪滴的女声,菲拉托娃立刻察觉到了他的异常,这时他才知道,少校压根不知道他的脑子中,竟然被谢绝诺夫 这事一清二楚,处在巨大震惊的少校狂骂一通查尔斯不早说,在旁旁听的菲拉托娃愣了一下,你手套叫啥?菲拉托娃深吸一口气,靠,少校同志,手套的名字查尔斯正是我的老师,查理顿扎哈罗夫博士的昵称,原来生物狂魔扎哈罗夫博士曾经对自己做过聚合物改造,他死后就被谢绝诺夫塞进了手套里,而用手套里扎哈罗夫的识别信息,两人进入了海神综合体最深处的档案库,这里存放着少校的医疗档案 在一次行动中,战友阵亡,少校重伤昏迷,被谢绝诺夫救活并改造了战斗一职,正好谢绝诺夫需要一个绝对忠于自己的超级战士,于是在少校大脑中植入了聚合物,通过这玩意儿给他重塑了记忆,将他调离原部队,并严禁任何人跟他提起那次行动,以及阵亡的战友名字 只要谢绝诺夫需要,他随时可以把少校的意志送到灵部域,操纵他的意志肉体大开傻戒 怪不得少校压根不记得自己结过婚,而刚刚的那些幻觉,以及泪滴,就是残存的记忆和意志的自我防御机制 明白一切后第一件事是干嘛,作为真男人,当然要问清自己老婆是谁了 原来少校的妻子,就是行动中阵亡的战友,卡加 跟很多红雀,也就是克格勃女特工一样,卡加也是芭蕾舞演员出身 等等,芭蕾? 难道天天跳芭蕾的双生武林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可查尔斯反问一句,连他的好兄弟我都被做成了手套 你老婆被做成了机器人有什么不可能? 对谢绝诺夫来说,只有值不值,没有可不可能 卡加确实死了,但他优秀的芭蕾技巧和杀人体数都被单独提取出来 并被上传到了双生武林的意志矩阵 一顶帽子戴了两次,怎一个狠字了得 就在少校要杀上门时,意志再次掉进灵部域 而我们已经知道了,每次少校意志进入灵部域 都是因为大脑中的聚合物启动 而她的一只肉体,现在则被远程操纵大开杀戒 等少校醒来时,广播中正在全速通报 3826号设施故障已全面修复 大集体2.0依旧如期上线 眼前又是吉娜大娘 目睹少校撕碎了菲拉托娃后 吉娜居然知道,是有人操纵着意志坠入灵部域的少校干的 老太太叹了口气 小崽子你以前多好个棒小伙呀 自打我闺女走了之后,怎么让人改的这么爱杀人了 等下闲,你闺女 原来吉娜大娘就是卡加的妈妈 少校的老丈母娘 之前那张一闪而过的照片就是卡加 太多的信息涌入 顶得少校脑子嗡嗡的 她想借把枪轰了自己脑子 让吉娜这一通炒勺 有仇不报你还算个代半的吗 说着从砍刀到火箭炮 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去,给老娘轰了谢切诺夫去 此时查尔斯一开口,吉娜也认出她来了 这也让吉娜突然想到 会不会卡加的意识也还活着 被存在了什么鬼机器里 谢切诺夫 一边是卑鄙的精神控制狂 一边是高尚的人类启蒙者 到底要不要找她复仇 这里有两个选择 我第一反应就是大炮开戏轰他鸟 杀回326摄氏后 双生武林早就功后多时了 先是没穿马甲的左铃 好不容易打爆后 上校抬起左铃 或许也可以说是一部分卡加的脸 而对方发出熟悉的一声闷哼 紧接着弹开少校的手 在电光石火中穿越了天花板飞到顶层 少校赶紧追了上去 面对他的比问 谢谢诺夫很生气 查尔斯 老子救了你的命 不是让你挑拨离间的 少校同志你就更是了 我没拿你当亲儿子吗 而自己那个迈向群星的全人类之梦 即便是亲儿子 也绝不能阻挡 他下令左铃右铃一起上 俗话说一个娘们就够难缠的了 俩娘们七头上 那还不直接反应不过来被踩爆了 很奇怪 很奇怪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里确实没操作好 咱们重来 这一脚铁定是够劲 总之 只要火箭弹管够 怎么也给他俩扎懵了 两个老婆就在眼前缓缓追递 少校对着谢谢诺夫就是一枪 死到临头的他还说都怪查尔斯 是查尔斯拿到了少校大脑中的聚合物访问权限 把他的意识送到了灵部域 然后操纵他的肉体 杀了摩罗托夫和菲拉托娃 什么 我去 超级大翻转 原来手套才是大魔王 查尔斯也不装了 直接电晕了少校 而他自己的意识聚合物 自从手套中滑出 大声呐喊着他的宣言 肉体禅弱 可悲的人类已经没有未来可言 准备迎接演化的下一个阶段吧 那就是聚合物永生 当少校的老部队冲进办公室时 只看到了这个巨大的人情聚合物 吞噬了谢奇诺夫 而少校则再次坠入灵部域 伴随着泪迪那个熟悉的女生 天空中那两枚金戒指出现 一个人影渐渐靠近 使卡家向少校伸出了手 此后少校的意识便再次永生 而另一个选项中 少校识破了查尔斯的轨迹 这其实在档案师的文件中有提示 查尔斯对人类毫无感情 反倒是更喜欢猫多一点 所以不光是实验室通行密码是毛茸茸 少校的意识在灵部域中也是只无脸猫 而谢奇诺夫 却对人类的未来有巨大的热情 在这个结局里 少校拔出了查尔斯 从此隐姓埋名 人类在谢奇诺夫的帮助下 进入了下一个物质门名 游戏就到此结束 我的感受是 美术风格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俄罗斯人做的老莫斯科正红旗审美 也跳出了西方美术对毛味 寒冬操汉福特加的祖川三班夫 剧情围绕着大机体2.0 也设计了多路人马的周折 维克托和菲罗托瓦代表的 有良知的基层人员 是不知道具体谁好谁坏 但很肯定俩博士中至少有一个坏的 于是一起通过机器人暴动 试图破坏把军用机器人 伪装成民用机器人出口的原子执行计划 莫洛托夫委代表的高层 则是不关心谁好谁坏 只关心怎么通过原子执行计划 以偷袭的军事手段 毁掉另一个意识形态 切切诺夫跟查尔斯则是同图书归 都是为了开启新的人类文明 但一个是希望通过物质丰富 一个是妄图通过精神报复 总的来说剧情设计还算丰富 但我还是那句话 游戏性 不管是战斗系统还是解密系统都非常一般 西瓜皮用户我偶尔不亏 但你为了那啥真想花钱买的 我感觉找找双生武林的片段看看得了 确实没啥大逼啊 好了我是火力力宝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